桃园大西山珠湖生态清水园区开放到现在两年多 桃园市水务局持续进行物种及环境监测 发现这园区受到了布袋连 还有胡维藻等外来物种入侵 为了维护自然湿地并且降低机具干扰 是定期的采取人工方式来移除外来物种 如今已经获得了有效控制 恢复原有的水域风光 山珠湖生态清水园区水域辽阔 共有七座自然湿地 池内富裕了桃园在地的特殊植物 台湾平棚草以及原生种睡帘 自然生态丰富如湿如化 布园市水务局原本发现有树池 受到布袋连以及胡维藻等外来物种侵害 多亏人力去除恢复水域风光 慢责染当然就是我们透过 我们园区的管理的志工 我们一起去大概只能用人力 因为如果说整个去割除的话 没有办法除根 所以它还是要等于是用人力的部分去拔除 那水池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的福寿螺 还有甚至于说有一些那个美国豪虾 那这种的话大概就是用 例如说福寿螺可能会用竹竿去吸引它的这个软的部分 然后才能够把这个福寿螺的软从源头把它清除 另外也在湿底周边插上竹竿 利用福寿螺会沿着竹竿产软的特性等待时机成熟 再将竹竿倒叉水周减少福寿螺生长 多种人工清除方式让山珠湖生态永续 它每个月目前清理一次 针对七个水池清出来的布袋连 举粉绿胡维藻的数量其实是蛮多的 那第一个月蛮多 但是逐月呢渐渐的减少 那另外呢为了让整个循环经济能够来个持续 我们把清除好的粉绿胡维藻 还有布袋连会放在我们的堆肥区做堆肥 堆肥之后呢可以再做其他的 我们所需要园区的桥木 以及植栽的一个养分的来源 所以成效是很良好的 成效也让当地民众很有感 接下来希望园区能根除红火椅 那针对红火椅的部分 如果可以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彻底的根除之后 我相信在外来的游客 要来到山珠湖的部分 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人会来体验这个清水园区 毕竟山珠湖不只有丰富的自然生态 更是游客热爱踏青的景点 如今红火椅也受到控制 富裕成功的原生种植物 等待游客探访